一是加強進出火勢的營養管理 落實非必要孤立聯政策 空港、鐵路、港口等交通樞紐旅客進出量大幅下降 8月份以來各交通樞紐日均進出旅客7779人 同比疫情初期下降8.1% 其中日均發送旅客4110人同比下降90.4% 日均到達旅客3669人同比下降87.1% 有效降低了疫情通過交通運輸渠道傳播的風險 7月22日至今未發現通過交通輸入輸出的病例 有效降低了疫情通過交通運輸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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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犯